大家平安 我是林瑞安 今天我想分享戴口罩的一点点小心得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戴口罩戴得更舒适更安全 更能够阻绝飞沫的传播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中华民国护理师学会 之前教导大家戴口罩的方式 我在这里做了一点点小的修正 以下是我的示范 首先我们从口罩的外侧拿取口罩 然后手拿耳条 戴到我们的脸上耳条 挂到耳朵 先把鼻部跟脸颊这里 胶条压紧固定 然后稍微往下拉 让口罩能够完全的遮住下巴 接着一只手指头压住口罩边缘 用夹曲的方式把口罩这里的皱褶往上折 这是向外 然后如果想要更服贴一点可以拿胶带把它贴起来固定住 甚至还可以把耳条打擦 带好 这样这里就是比较密合的状态了 接下来另外一边一样压住 夹曲皱褶往上翻 然后贴起来固定 再把耳条打擦 带好 如此 不但四面都比较的密合 而且还可以创造一个比较立体的空间 让我们的呼吸感觉更为顺畅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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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